請你跟我這樣過 請你跟我這樣過 我們都是 超級愛健康 關心我們日常生活當中的 所有的一切 來看看消機會抽檢 特別是孩子的玩具 結果發現很多問題 像有的重金屬超標 這代表什麼呢 這代表什麼 代表毒嘛 是毒嘛 小心 毒素就在您身邊 今天我們就邀請到 毒物科主任林杰良 醫藥記者洪素卿 中醫師羅佩玲 以及陳安怡 李傑勝 崔佩儀 要告訴您 如何遠離生活中的毒素陷阱喔 因為你知道 如果你們家的小孩 還有你個人 有一些什麼皮膚癢 氣喘 過敏 因為性皮膚癌 對不對 現在 一直癢癢 你以為有人家在想你嗎 並不是 因為可能就是因為 我們在環境 有一些毒素的影響 它就 好恐怖喔 這不是威嚴聳聽喔 對不對 不是喔 這個就是所謂的環境荷爾蒙嘛 對不對 像我有時候就是經常 我會覺得說 我自己啦 或者是小朋友就會擔心說 經常拉肚子啊 或者是然後失眠啊 有時候小朋友 他們就會脾氣暴躁啊 這些是不是也都是環境荷爾蒙 這應該是遺傳吧 跟你爸爸給他吃髒的東西是不一樣的 他拿到什麼東西 或者碰到什麼東西 因為環境荷爾蒙是 就是他只要是 是不是觸碰到 然後吸到都有可能 有可能 爸爸的憂心啊 而且小孩在那邊爬來爬去 你看他好可愛 你看他地上什麼東西 你地上抓一個什麼東西 對 你抓大便還可怕 很可能啊 所以怎麼辦呢 像安怡的方法呢 行洗手 我就是盡量洗手啊 其實我覺得洗手很有效 因為我自己來講 比如說我以前最嚴重的時候 一個一年啊 耳鼻喉科的那個就診單 我可以到二十四張 很容易感冒 你現在是OK的嗎 對啊 兩次後平均下來 對 平均每個月兩次 就是全家大小就是我就是最糟糕 你怎麼會這麼弱啊 對 我就很容易 就是抵抗力比較差 因為我覺得睡得少 你又會在小小的時候 看不出來 對 好嗎 不是 你知道 外強中肝 後來我就是 後來前兩年開始 我就是發現洗手很有效 對 我大概洗手完之後 一年的耳鼻喉科 大概可以降到大概五張以下 差很多 對 差很多 所以我現在有養成一個習慣 就到一個環境 比如說 然後上次我這樣不用講了 然後比如說 從外面進回家 我一定先洗手 而且都會洗到手臂以上 真的喔 所以它不是直接防範腸病毒 對啊 我覺得感冒啊 什麼其他的小貓 像我的話 我就可以比較加強貝克醫師 他當然洗手非常重要 因為他們最近學要腸病毒 聽全班的 那佩儀姐 妳現在的聲音不對喔 我有 對 感冒 好 已經有毒了 我是因為一冷一熱 我在想可能是這個 是這樣是不是 對 然後呢 就是 你不需要到外面跟我們連線 不需要 我已經失聲好幾天 然後呢 就是還有他們小朋友 喜歡揉眼睛 手很髒 對 然後最近就得腳膜炎 細菌感 那個一個傳一個 一個傳一個好快 那我就告訴我自己 如果說我一直看病 也不是辦法 所以我就常常給我兒子 就是 睡眠一定要好 對 身體抗力 對 還有就是 這個是一定要 我覺得這兩樣就滿好的 還有一個 我現在其實很少用 比如說 我覺得這也是跟環保有關 比如說我家如果缺一個垃圾桶 或缺一個什麼東西 我一定會去找... 找到一個可以替代的東西 我就盡量不買 垃圾桶應該沒有關係吧 因為像剛才你們講到那個 雙分A嘛 它其實就是塑膠 就是幫那個塑膠 讓它成為比較硬的東西 你們對雙分A這麼了解啊 好像很紅耶 雙分A很紅耶 而且是在教英文的 你怎麼有個A你就特別了 因為雙分A的問題很大 對啊 雙分A你看像奶瓶 奶瓶那些很多 日常生活裡面 那不是跟塑化劑 真的嗎 DVD啊什麼這些東西都有 都可能會有雙分A 這個叫內行跟外行 內行已經就會講解說 我們外行那是潤髮的嗎 還是... 最近還有那個洗髮精 也有 所以洗髮精裡面 他們也在查那個雙分A的程度 對 身分 然後他們說那個去去那個頭髮 就是頭皮屑的 那個含量可能比較多 了解 好 這個叫做一個大方向 但是我們就要好好 讓大家了解一下 這個環境這樣的毒素 真的有這麼恐怖嗎 雙分A對不對 好 我們第一個就來了 像新聞報道說 電子發票驗出相分A 什麼 YES 你現在拿著 不好意思 我只敢拿 因為長期接觸口 會威脅生殖系統嗎 天啊 太好我生完了 天啊 所以你不敢直接碰 對 這個新聞 當初出來的時候 鬧得很大 但你平常沛姐 你有去用過這個東西嗎 每天早上就要去買 飯糰給貝克宇吃 然後又到銀行去拿 拿那個存錢 你每天都可以去銀行存錢喔 沒有啦 有的時候會到7-11 領錢也是 買咖啡 不要啊 買個飲料就會 然後有擺在皮包裡面 那鈔票還要跟這個 放在一起啊 以前不是有個新聞是那個 就是那個停車單有沒有 拿起來的時候 有些人就是先夾在嘴巴上 對 對 我也會這樣做 對啊 然後裡面驗出也是有什麼東西 這個慘 這個慘 這個更直接的對不對 像我本身去便利商店買完東西 我就是把這個電子發票 放在我的皮夾裡面 跟錢 然後不知道是不是天氣太熱 就摩擦 後來我把那個電子發票拿出來看 發現那個墨都變淡了 對 後來看到新聞真的超級恐怖的 就是怎麼會這樣子 對 包括你那個信用卡簽單有沒有 對 隔一個月要來對啊 對不對 上單單會 我跟你講過了大概兩個月三個月 那個都不見了 你是怕亞蘭知道你的消費吧 不是 那是更好的 那我想請問一下 比方說我這樣一兩個月對一次講 那整個抽屜我都擠得滿滿的 那不是通通都是讀 有可能 三四百張這樣子在裡面啊 是 那你不要讓你兒子說 不要再想 這到底那樣子的讀數 有大概多少 跟生殖系統有關聯合 那我讓我老公生了以後 可以讓他親他們 不是 不用去結紮 被婚生 但是喔 這不曉得是我們以兒傳的特別恐懼呢 還是真有其事 來 素卿 其實真的 以前他們還真的做過這樣的研究 其中呢 有一個國家他們做一個對照的研究 他去找兩個工廠 那找那個年紀相仿的男性 然後其中有一個工廠 他們的環境裡面就是會 就是會產生雙分A的環境 就有用到 一工廠就沒有 就一比對下去發現一件很可怕的事 照照理同樣的年齡的男性的分佈比例 應該他們比如說他們關於生殖方面 或關於性方面應該會差不多對不對 可是他就發現 在這個有雙分A的工廠工作的這些人呢 他們那種表示性生活不滿意 或表示自己有性欲低下的情況的比例 真的假的 而且你知道只要多久的時間呢 他們發現他們的研究發現 只要在那邊工作一年 就有明顯的性欲減退的情況 那我們現場要來認證一下 請問一下佩儀 妳老公抽屁的研究 多久沒碰妳了 那些研究都是我在救用 就是我夾的 所以妳都不願意 都拒絕老公了現在 所以方面一點 會對女生有這種影響嗎 你知道嗎 他們還有另外一個調查 他們那時候就是在想說 什麼樣的行業的人 體內的這個雙分A濃度最高 那結果他們調查發現 有一個族群的人特別高 什麼 銀行員 那可能很多趕熱紙啊 那種傳真啊 或趕熱紙 或那個調子 或者零款調 那便利商店的店員應該也很 最近可能會 因為他們現在才開始用 那我想請問一下 比方說我到銀行去 總是要抽牌嘛 那我抓白色的部分 不要抓黑紙 它並不是有顏色 對 我只要拿白色的地方就可以 一樣 一樣 要戴手套啦 我跟你講 它是環境貨 買一個夾子 就用夾子這樣 你這個絕對被狗仔偷拍 沒有人會這樣拿單子 沒有 以後佩儀姐就會從 那怎麼辦呢 包包裡面拿出環保塊 真的 那雙飛到底是什麼東西 真的有這麼危險嗎 林醫師 雙飛是一個環境和人們沒錯 我們一談到環境和人們 大概有幾個毒性 第一個毒性就是生育的毒性 第二個就是 對你的小寶寶可能會有所影響 就是一般環境和人們 大概只有三個毒性 那目前雙婚A剛剛提到沒錯 在動物實驗上 給它餵雙婚A 結果它搞完的重量 會像這樣19% 對 減輕了19% 那不就 而且精子 精子如煉了嗎 對 精子的活動力會減少31% 對男性的真的是影響是比較大 就這樣摸就會這樣影響 但是不至於 我們這個感熱值 其實它這個調查 只有20%是不合格的 就是 不是說每個感應值都是有雙婚A 不是這樣 那為什麼像剛剛我 說到美國之前的調查 發現九成的人尿液當中都有雙婚A 雙婚A不只是從那邊進來 我們很多日常的用品都會有 特別是有還養素質 還有這個聚碳酸質的都會有 所以你以為只有發票有雙婚A嗎 錯 這些東西 通通都有雙婚A 怎麼可能 嚇到了喔 天啊 我知道奶瓶是有 對不對 一開罐 為什麼有 塑膠瓶 罐頭 塑膠的一些 奶瓶 水瓶 奶粉罐 奶粉罐 可是你知道這個水壺 從幼稚園小朋友 都是用這些牌子 就是用這樣耶 對 那我兒子就生不出來了 是對 就是這樣子 所以它有可能 只是水裝在裡面這樣喝 它就接受到雙氚A 是嗎 不會啦 其實這種 這種登山水壺 還有這種很漂亮的水 用用激碳酸質做的 其實要到五十度以上 才可以 才可能跑出來 所以你裝冷水 裝冰水 事實上是無所謂的 所以你去登山去運動 這很好的一個設備 因為它怎麼摔都摔不破 不過如果在太陽下 比如說車子裡面放太久 車子裡面的溫度可以到六七十度 太陽直射也是會 所以不要太陽直射 讓它能夠跑出來 但是大家也不要這麼恐慌 其實雙溫A本身的話 要經常暴露 長久暴露 才會造成我們的疾病 並不是說 經常跟長久的定義是 事實上為什麼會這樣講 因為雙溫A 它在體內的半摔期很短 只有六個鐘頭 所以事實上一天就排得掉了 所以要是 除非你是天天常常去接觸 但是有時候 會天天接觸啊 這些 對 水溫 對 但是你溫度不高的話 那我想請問一下 如果改成多 所以五十度以下的話 不然就除了是酸性的物質 還是怎麼樣 它才會出來的 所謂的酸性物質 不要以為什麼醋而已喔 很多小孩子喜歡 把汽水裝在裡面 這樣 汽水罐裡面就有 然後罐頭裡面也有 所以之前美國曾經有一個研究 就發現一件事情 就是他們這樣兩組人 一組就都喝那個罐頭湯 一組就喝自然的湯 就發現你只要喝罐頭湯一個禮拜 然後每次喝不多喔 就差不多兩百多 其實就一碗嘛 對 這樣子你尿裡面的 濃度會是 另外一組的十二倍 就雙分A的濃度會是十二倍 完了 完了 文妮媽 你們家三個小孩 藏在這支罐頭齁 所以奶瓶也是啊 因為沖奶瓶都會用 比較熱的熱水嘛 對啊 奶瓶是 對啊 一般奶瓶是我們可以定溫 定在五十度以下 溫溫的就可以了 可是像阿嬤都很喜歡 直接用這個開水 最燙的 學家用溫溫的可能比較好 其實它素食的量不是這麼多 因為在國外這個 有關於食品跟這個 有毒物質的研究雜誌上 他曾經去統計市面上 二三十種奶瓶 結果發現他們出來的量 市場不多 除非是舊的 還是裡面有刮痕的 這些可能會 所以還是要小心 對 還是要小心 但是父母現在都不用這種奶瓶了 對 他為了以防萬一 可是你一直我想問一下 對啊 因為我們家好喜歡吃塑膠 那種罐頭 然後有的時候還會去加熱耶 就放在水裡面 因為想說不要用微波比較不好 直接放隔水加熱 對 隔水加熱 對 隔水加熱 像什麼鮪魚罐啊 泡菜罐子破 對 所以在美國最近呢 他們的國家這個 環境醫學研究所的雜誌 神經去證實 只要你吃的是食物 還有你吃的是加工食品 像罐頭 像有的沒有的加工食品 它兩個的雙溫 每個月設計量會差60% 哇 所以我們要抱不見了 不要 不要這樣做了 因為我去參觀過罐頭的工廠 它的工廠是 它在製作過程當中 它就必須要殺具 還有高溫殺具 它就高溫 高溫都是超過60度以上 那在那個環節 它就已經出來了 對啊 沒錯 但是罐頭也有人去做過研究 因為歐盟是全世界規定最嚴格 它每公斤每天不能超過10微克 結果它把這些通通算進去了 結果發現平均每個人的攝取量 即使你常常吃罐頭 也不會超過每公斤5微克 所以OK 但是然後目前的研究 慢慢在證實是說 假如你攝取越多 可能健康後面會受到影響 在最近的研究 2008年加碼 就是美國醫學會雜誌 他發現 酸氛A尿中濃度高的 會發生這個糖尿病 心臟血管疾病 多了39% 肝功能異常會多了29% 但不一定是因果關係 但是最近有一篇 在《循環醫學雜誌》 發現追蹤10年半 結果有2000人 結果發現 酸氛A高的真的 心臟血管疾病 風險會增加13% 這是比較有追蹤的一個事情 你買保險的沒有 都有買 謝謝大家 但是真的它的量 真的研究起來是不多 可是如果用吸的 或是用摸的像這種 那是不是也會進到體內呢 還是一定要吃的 摸的其實你假如拿這個紙 我建議你用回照洗手 對 其實你都擦洗手 其實我們非常強調 用回照洗手 對 因為這些環境客人 我們都是脂溶性的 那我會不會這樣 就吸進去了 不會啦 不會啊 酸氛A不會 酸氛A大部分是吃進去的 吃進去 所以洗手很有用 對 洗手很有效 你本身摸到這個 假如你不曉得它有沒有 酸氛A用回照洗手 再去吃東西 真的耶 我本來以為 只能防病毒耶 原來還可以防這些 防酸氛A 恭喜妳可以多百里 塑化劑也是這樣嘛 小朋友玩玩具 玩一文 不要一邊玩一邊吃東西 對 要去回照洗手 雖然現在玩劑的話 是定在0.1%以下 塑化劑 但是還是有 所以還是要洗手 但是大家記得 民國97年之前 通通要丟掉 因為它那時候 沒有定塑化劑標準 所以你玩劑的塑化劑 可能幾十% 來 奶粉換 這真的很難 小孩誰不喝配方奶 對 老人也會喝配方奶 那你這個東西 這問題出在哪裡 對啊 就是在它的裡面 裡面的 裡面 但是它本身的話 是不會融出來的 對 了解 酸溫內要有酸性 要有高溫 兩個特性 對 你乾燥的東西 根本沒有這個東西 不會讓它融出來 了解 所以不要擔心這個 但是如果你常常吃 照三餐吃之類的 那怎麼辦才好 那我們就來個代謝的 好 老醫師 解讀一下 好 我們的話有一個那個 代謝解讀的茶飲 它叫做山豆湯 這個山豆湯呢 主要就是有我們的綠豆 紅豆跟黑豆 其實這三個 它其實就有很好 因為剛剛那個 林主任有講過 林醫師有講過說 我們的那些 像雙氛液這些 其實你多喝水 它是可以被排掉的 真的是良藥苦口 這個的話可以 你的這個山豆是 苦豆好苦 但是苦的可以接受的苦 對 它的話 其實我們的豆類的話 你大概是三千左右 搭配五百CC的水 然後你把它去用小火煮 煮大概剩兩百CC 它中毒的時候 最常用的解毒的就是綠豆 綠豆水 還有甘草水 所以這兩個在中藥來講 它是非常有解毒效果 然後綠豆的話它還寫說 解那個一切金石草木 披霜毒 所以在中藥來講 它就是一個很好的 一個解毒的藥材 那如果各位覺得說 這個味道實在是 不能接受的話 其實你們想要多喝 或是加一點 就是你平常在家裡 就是自己煮綠豆湯 或是加一點什麼 但效果不會像這個 這麼好就對了 對 這個的話 這個比較強 加強版就對了 對 加強版 因為其實我們除了綠豆之外 紅豆 紅豆的話它其實 那個也有解毒濾水的效果 但是它跟那個綠豆 比較溫 這是一個綜合 那黑豆的話 它也解毒的效果也不錯 它也有一個補腎的功效 了解 所以這個的話就是你平常 如果比較喜歡說 喝一些那種中藥茶飲的話 可以用三豆湯 但如果你比較喜歡 平常像那個保養一樣 你可以用綠豆湯 OK 再來第二首 好 我們來看看 第二個問題是 家裡常燒香 幼童當中的血 當中的鮮濃度 會高出八倍之多嗎 天啊 我們現場大家家裡面 有拿香的有沒有 有 大部分 還滿多的 因為台灣其實佛教道教 還是巨大部分 對 佩儀姐 妳會擔心這個嗎 我常常 因為我媽媽 從去年就生病 一直住家戶病房這樣生病 那我就是不知道該怎麼祈求 所以每天就是到佛堂上去拜拜 然後之前有請人家來我們家看 看我們家風水 然後他就說叫我買那個檀香 對 在媽媽房間這樣燻 我拿的還是檀香喔 夠香吧 千中毒 然後我就燒 然後每一次媽媽一洗完 洗完澡到房間來的時候 整個房間通通都是那個味道 我就覺得好像很平安 因為我的房間就整個這樣繞 對 我還燒什麼艾草 反正什麼偏方我都燒 那婆妞媽呢 我本身因為我們家有那個神明廳 所以我們就是早晚都會拜拜 那拜拜的過程中 每次在燒香的時候 我就會覺得我開始頭有點暈 然後有點就是記性很差 然後記性都不足 那是跟妳生完孩子有關嗎 真的 妳要牽脫喔 可是真的每次那個味道就很濃郁 我是覺得這個味道會有一點兇悶 對 太濃了 蘇星妳看的見識比較多 來 其實燒香的研究是最近才出來的 但是燒香到底有沒有呢 這可能要問臨時 但是我知道有其他東西是有問題的 什麼 像之前在那個一個醫學中心 他們曾經接到一個案例 就是妳也知道以前的阿嬤 常常有很多很神奇的偏方 對 那他們有一次那個小朋友 她就是她是為什麼 因為她是震戰 就是身體會不自主的抽中 那個小朋友來就醫 那就醫的時候他們就發現 她體內的籤的濃度很高耶 然後就開始問說 小朋友妳平常會給她吃什麼 或什麼特殊藥 都沒有 都沒有 結果都沒有 那血籤都很高 高到真的會讓我們自己的主政戰 然後就發現 其實雖然是沒有吃 但阿嬤常常做一件事情 阿嬤這個小孩不乖 還是小孩走動的時候 她在那邊香膚啦 朱砂啦 喪彪油啦 全部都給她往頭上塗 沒事就塗 覺得這樣小朋友很乖 可能這東西筋皮吸收 都造成她長期以來累積這個血纖濃度這麼高 其實因為這樣造成她的神經病病 到底燒香或者是 其實這個很可怕 因為我們台灣女性 那個肺癌特別多 當然有部分是種子的差異 我們台灣女性不抽菸 但是肺癌很多 有一年女性的肺癌第一名 癌症第一名是肺癌 結果我們都專家寫者去做研究 當然炒菜的油煙大家都知道 這是高雄醫學大學做的 但是台大環工手去做什麼 去做這個香脂的香菸 然後去蒐集 蒐集這個香菸 發現這個香脂在燒的時候 會產生這個所謂的PAH 多環芳香碳氫化物 這是一個很大族類的東西 但是她又特別去分析 結果發現裡面 那種特別強的致癌物質 我們叫benropyrin 就是叫本比林 這個東西滿高的 所以事實上 我們超香拜拜 應該是可能也是造成 女性肺癌風險增加的一個大陸 因為我們的女性朋友 都會全家祈福 像家裡祖先什麼 都是女性朋友在拜拜 所以拜拜 我就覺得這種研究出來 我們應該盡量香脂燒 越少越好 一支就好 反正又燒也可以 香就好 對 然後要把窗戶打開來 對 其實這個燒香的煙霧 看起來是煙 其實是微粒 這些微粒會飄送 對 所以我們拜拜的三生 應該要蓋起來 用塑膠還是用什麼 蓋起來還是什麼 反正它會沾滿你的整個食物 對 就是可能把這些自來物質吃進去 如果說我們真的把它蓋起來 然後放在那邊拜拜 就覺得我祖先吃不到 好像不成功 因為你要傳送後代啊 傳送接代啊 所以燒香完也要洗手 為了健康 所以事實上它本身的話 很多的廟宇 像台北有好幾座廟宇 他們就把它香爐減少了 對 而且限制你只有三支香 其實也都是因為 為了擔心大家曝露這個東西 了解 對 所以我們用得對 比較沒有事情 那但是 你知道嗎 現在我們桌子上所陳列的這一些 家裡大家都有的 對 都有含鉗喔 天啊 怎麼可能 來 蠟燭 家裡面很多人如果這種氣氛的話 點一個蠟燭 或者是你們家吃個小火鍋 對 點個蠟燭 生日的時候 甚至有一些比較有情調的 蠟燭來一個 蠟燭也含鉗這個 怎麼會呢這個 昌明哥 我其實知道一個 因為我目前就是在那個幼兒園那邊 有在幫忙 然後我知道他們有一個就是 像蠟餅 小朋友用的蠟餅 有很多他們其實含鉗的 含鉗的那個濃度很高 所以我就去看了一個 我們搬買的 有蠟餅嘛對不對 有蠟餅 然後他有用一種大豆 然後用天然的大豆的製造的那種蠟餅 就沒有含鉗還那麼多 因為這個鉗就加上重金屬 這個我要澄清一下 以前確實是這樣 但是後來以後通通沒有了 後來以後通通沒有了 現在沒有 你說蠟餅 對 以前剛開始檢驗了 是含鉗含重金屬 後來最近幾年都沒有 為什麼 因為在一兩年前 某個報紙曾經問我說要做些什麼 他們叫踢爆 然後我就說 很缺稿是不是 這個水彩 蠟鼻 這個重金屬 好像有被發現過 了解 結果他們花了很多錢 就去做 通通都正常 對不起 所以已經改善了 改善了是不是 對 都改善了 那蠟燭 蠟燭這個神經 而且你應該過生日多開心 對不對 對 點蠟燭 蠟燭 竹心 因為蠟燭要燒 完全燃燒 竹心要立起來 不是 它竹心 它就是棉木 對 安眠布要加鑫 要加鑫在裡面 它才能夠一直燃燒 但是因為鑫比較貴 所以用鑫 所以美國 美國曾經抓到大陸 大部分是大陸 少部分是台灣 蠟燭的竹心是喊鑫的 所以他把它做個實驗 就把這個蠟燭燃燒 我們講究情調一樣 在密閉空間裡 這樣很有氣氛 結果在這種濃度之下 小孩子會 要多久的時間 可能會簽 它就是一天 就這樣燃燒 所以一首生日快樂歌的時間 應該還好 應該還好 但是中文是 祝你生日快樂 來 中文是 祝你生日快樂 所以事實上 它本身的話 有這個風險存在 我們在買這些蠟燭 注意要台灣產的 或許比較不會 好一點 那我請教一下 你這個 不是 因為牽它是屬於重金屬 對 那你就算是竹心油 可是你燒完之後 你揮發的是氣體 可是重金屬 它會跟著揮發出來嗎 會喔 所以二手煙也是啊 它有油漆 有很多的鉛跟那個隔 這是你說的微粒嗎 二手煙有很多隔 上次我提過 那隔 對 它會護著微粒出來 但是台灣我想最主要 還是油漆 為什麼台灣是少數國家 沒有禁止用紅單漆的地方 紅單漆一小片就會中毒了 0.1公分左右 還是一個平方 我以前看過一個報道 對 防鏽的啊 對 油漆的那個女工啊 就是她的那個母奶嘛 就是你擠出來之後 她是一般人正常母奶裡面的鉛 是好多好多倍的 真的喔 因為這些大家在室外遊樂設施 很多這個爬來爬去的 還是掉來掉去的 不管什麼顏色的都含鉛 紅色的最多啦 那個紅單漆是最高的 所以我們去帶小朋友去玩的時候 你看他旁邊掉漏一些漆片 你就趕快帶走了 因為它會變成粉塵 有時候風一吹會吸進去 我的水杯 真的嗎 有可能 怎麼 這會掉漆這個就是啊 我老公也有 沒有啦 趕快換了 趕快換了 他說他可以保溫啊 我怎麼知道呢 會有人用到都掉漆啊 你就選那個沒有漆的嘛 只有 你真的很亂讚耶 我老公公也是這樣子 林醫師 是不是這個 牽 就是它的傷害是 傷害到神經系統對不對 對 它對小朋友會造成過多 而且會造成IQ下降 所以它對語文能力會特別差 IQ都會降下 對 它特別語文能力 你假如數學很好 但是國文很差 真的 你自己檢查個牽 它會排掉嗎 還是說 它假如你不是過量暴露的話 還是天天暴露 它會慢慢排掉 但是你要禁止它 要避免它再暴露 再暴露 對 腳真的很高 有解讀器 但是有時候你不知道 它以後可能 這個心臟血管疾病 腎臟尿毒症 風險會增加 那這種重心處 你要靠自然代血排掉 那我們家藍應該是用那個 如果你累積比較多了 而且最怕的是那個 為什麼 就是說如果你是找 你發現小朋友有問題 你找林醫師 說不定他就幫你診斷出來 是簽過這樣 就可能做一些治療對不對 可是有些不是啊 他就去找那種 可能沒有執照的 然後以前不是有一些 是沒有執照的中醫嗎 是 然後之前就有一個 爸爸是這樣 他的小朋友一開始是 就可能會發出一些 有一些奇怪的動作發出 然後他就覺得說 這個孩子是怎樣 可能就去找神壇 然後去找中醫 不然那個沒有執照的中醫 就給他一些給他中藥 說這個吃了就保證好這樣 結果吃了沒想到吃了 後來越來越嚴重 就變成李醫師說的那種小孩 就是人家在上課 他可以走出去跑跳跳跳跳跳跳再回來 然後就屁股就好像裝了什麼 什麼過動的那個電子之下 而且更產生嚴重的 平血 平血 非常嚴重 書卿講的我遇到 他治療妥銳很有名 在北部 去那邊治療都簽中毒 對 他就給他那些中藥 然後中藥之後 就變成 對 為治療妥銳 結果變成 過動跟 就那家還在開啊 對 很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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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東升新聞把它提報他 治療妥銳 還是要找正規的 要找正規的醫生 反正只要找正規醫生 正規醫生 就像盧醫師正規醫生 有執照 這不會有問題 對 這個的話其實 像這種拱跟籤 確實在中藥 它都有在使用的 像拱跟籤這種重金屬 在過去來講 我們講說 鎮定安神 對 所以我們確實會放在一些 什麼小朋友以前 什麼哭鬧啊 這一些 八寶散啊 對 八寶散這種啊 然後這樣 就是剛剛講說 什麼用蛛傷去點額頭 這一種 就他認為說 這樣子的東西是有安神 讓他不要哭鬧 然後包括我們那種 那種拖胃式症 或那種抽搐的這一種 都算是有那種 幫助的一個功效 但是這個東西 後來被驗出來說 它對我們的那個身體 會有影響 所以拱這個部分 已經完全禁用了 但是牽這個部分呢 因為它拱沒有用的時候 他們就會用 變成像牽丹這樣的東西 放在這些藥裡面 所以就變成說 之後長期服用下來 它變成有牽中毒的一個狀況 像之前新聞 連中醫師自己都因為吃什麼 有的定劑啊 散劑啊 結果變成要洗腎也是中毒 真的 所以那這種東西 我們還是會有點擔心 對 這個的話是 之前那個是叫做 這個裡面的話 是有那個馬兜磷酸 那目前這個新聞 因為為什麼當初 會有中毒這個情況 是因為它一個誤用 我們其實含有馬兜磷酸的話 它是那個植物 然後它把它誤用了之後 造成它有一個中毒的情況 那現在所有含有馬兜磷酸的植物 在我們的那個衛生局 它都已經全部禁用了 全部禁用了 所以大家現在就不用擔心 像我有時候開那個 龍膽蟹乾湯出去 那有些病人看到還是說 醫師這個不是會中毒什麼的 就要跟他們解釋說 不會有這樣子的問題 那其實的話現在我們 重金屬這個問題 其實大家對中藥非常的擔心 對 那我們現在的話 台灣它其實有些藥廠 它是因為台灣的重金屬的規範 其實並沒有那麼嚴格 就是包括藥廠這個部分 但是它有一些藥廠 它是外銷歐美的 它如果有外銷歐美的話 其實它重金屬 就要符合歐美的標準 所以這樣的話 那個各位在用藥上面的保障 就會更提高 那那種我們找對的醫師 問題就解決了 現在重點來了 這有什麼問題 會掉漆的就會有可能中金屬 那你說這種小汽車它掉漆 這是塑膠的耶 對 塑膠是比較沒關係 因為它不會融出來 了解 但是會掉漆像很多會碰撞的 這什麼車車啊 對啊 車身都會掉漆耶 那要小心 這男孩子誰沒有一模一樣 這我們家住的 醫師 上次連那個 奔怒的 都會掉漆耶 對啊 那要小心 醫師 上次連那個 憤怒的 蝴鳥的馬克杯啊 都有很多籤啊 不是 它那是做新聞的 為什麼 因為它是陶瓷燒了 所以只要你裝水的地方 裝食物的地方是純白的 就裝的地方是白的 對 陶瓷燒了 本身它裡面有很多彩柚 要畫很多圖 當然重金屬很多 但是它跑不出來的 了解我的意思 你裝食物的地方 是純白的就好了 這盤子最好是白的 就跟陶器一樣 陶瓷嘛 我們回去玩 外面有很多花紋 那是沒關係的 但是裡面裝的是純白的 就可以的 對 但是大家要記得 就是 鉛這種東西 還是重金屬 你記得 蓋子要過 鐵子要過 就不容易吸收進去 就是說 我們小朋友 假如不切蓋的話 他碰到鉛 他吸收量就很少 假如你切蓋 像不喝牛奶的 還是什麼 不吃小魚的 切蓋的人 就容易 在腸胃到鉛 就容易吸收量很大 所以林醫師 就是你的配方就是 要多補充鈣 來抗這個 鈣質鐵質 對啦 營養吃得均衡吃得過 就比較不會吸收 這個有毒的重金屬 好 所以有關這個 我們真的要小心應對 那就不會有問題了 真的 接下來這個就厲害了 什麼 在桌上這些呢 只要會發熱的東西 各位 都很有毒素 天啊 你這邊擺的 我們家全部都有 每一樣東西一定都有 對不對 所以我們來看看 為什麼呢 因為防止這些電器過熱 有這麼一個物質 這個物質很難唸 大概請專家來唸一下 無所不在 在台灣曝露量還會特別偏 偏高 真是因為電器 所以當你的小朋友 越靠越近 有沒有那個電視機 他會聞到什麼呢 像之前有個個案 他是這樣子 他就是 現在小朋友不是常常 關在房間裡面 就是怕媽媽看到自己在幹嘛 然後在上網打電動幹嘛 那如果房間很密閉 然後打一整天 其實可能會中毒的 就是這個嗎 對 之前就有個個案 是一個小朋友 他就每天都這樣子 他就是關在房間裡面打電腦 然後也不通風 因為可能擔心爸媽知道他在幹嘛 結果後來他是 然後去檢查發現他肝腫大 才知道說 他可能是 多秀二本謎中毒 多秀二本謎 這什麼東西 它是一種 阻燃劑 就是說 那我們的電器 還是會有加熱的 電腦 3C產品 他運作的時候都會熱 熱的話 它這外殼還是說 它電路板不會溶掉 而且不會起火 都會加這個東西 不是 那這樣聽起來 這個東西不錯 它這不有危險 它這東西不好 這個東西跟 多利連粉代曜芯是同級 但它不能用棉的來取代嗎 但是代曜芯那個是致癌物 對啊 這個也是致癌物 是一樣的東西 那怎麼加在這裡 對啊 因為要讓它不會燃燒 所以歐盟在2006年就 剪掉了 但是很不幸的 我們台灣還是繼續用 所以國外的電器怎麼樣 防止過熱 別的物質來 對 用別的物質來取代 就不會致癌的物質 這個東西滿毒的 因為它本身的話 在我們體內 半摔期是三到七年 三到七年 人有幾個三到七年 對 六個半摔期才會排掉 七八個也是差不多人生過 而且像這樣的電話 就在我床頭旁邊 就二十四小時跟著我 因為電話一來 我睡覺的時候可以拿 這樣也會 對啊 會 東修二本名 二層是吸進去的 七層是吃進去的 七八層是吃進去的 但是你說的這個毒物 它是經過熱 它才會揮發出來 所以電話的熱度還算還好喔 我沒有摸過 筆電 筆電很熱 筆電很熱 他們放在我們的春筆上 手機會在打發 對啊 沒錯 因為事實上 它是在混合的 它跟材質是混合在一起 所以一一到這就蒸發出來了 就揮發出來了 那請問一下 你說不管是這位型手機 還是筆電 它到底你說的這個成分 它是在鍵盤外殼 還是因為它裡面 它預熱 預熱 然後裡面那個風扇排出來的氣 有可能 是在那個氣 對 那跟我吃東西 打鍵盤有什麼關係 它揮發 它揮發會掉在整個 掉在鍵盤旁邊 一直飄出來 一直飄出來 對啊 一直飄出來 那我想請問一下 像我先生是高科技 他每天要擺這樣 他坐飛機要大 還戴個耳機講電話 一直不停的看 這樣他就很容易 對 所以希望你去買的是要跟它看 不含多修二本謎的 我就是加州建議他們 加州政府建議他們老百姓 避遠暴露的一個方法之一 你指定不含多修二本謎的電器 為什麼 為什麼這樣指定嗎 對啊 你可以指定 店員會說 你可以看 是不是看要賣給歐盟 都不知道電語 他說什麼 是萬人名 對 就是要看那些廠商是要賣給歐盟的 那些就會不能有這個 其實我們國內陳大那個教授 有做過台灣的 台灣的這個都修二本謎的所有的分布 還有食物 其實台灣很可怕 我們台灣的肉品 我們的含量其實是一千六百九十二匹克 美國才兩百六十七匹克 什麼肉 他才高倍 我們的魚是六百九十匹克 美國才三百四十三匹克 兩倍 兩倍 告訴大家一個消息 美國人的多修二本謎是全世界最高的 所以意思就是我們台灣現在冠軍了 對 我們還比他高 我們是世界第一就對了 但是為什麼他是全世界最高 他曾經做過 他全身的負荷量身體去檢查 他們是九十 結果在歐洲那些國家才六啦 九啦 四啦 哇塞 他們是九十 好美 台灣人做過沒有 沒有 台灣人他不講 不敢做 有做但是沒有講 可能有做結果爆表了 所以他說每天的攝取量 台灣的平均的攝取量是三點三耐克 但是美國的平均攝取量是 1.28耐克藍性 0.93耐克女性 我們比他多兩三倍 這攝取量 那你剛才講到肉皮 那什麼意思 豬牛羊這些體內本來就 為什麼 因為你的電器到處亂丟啊 丟在垃圾場 我們有熱啊 多修二本謎 所以太陽光一燒就 會挖出來啦 隨著水流隨著空氣飄送到土壤啊 種的龍舟 種的什麼 然後再餵豬啊 就是累積啊 那我也可以這樣間接的就吃進去囉 對 百分之八十是這樣吃進去的 所以它叫環境 特別喜歡吃高油脂的 對啊 因為它是脂溶性的 特別喜歡吃內臟的 那吃了以後呢 就累積在我們身體啊 然後呢 排泄一半三到七年才會掉 而且它事實上 它有什麼毒性呢 它很多毒性 它第一個就是生殖毒性 它會破壞男性跟女性的生殖能力 不只是男性 在動物實驗上 在動物實驗上 它對小孩子 這又 腳老鼠的學習啦 記憶能力都會傷害 它會抑制我們 而且剛剛提的 會產生肝臟傷害 而且事實上 它的一些五秀啦 八秀是致癌物質 所以事實上 幾乎所有它都有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那些 全部加愛起來 我聽完這樣 我很想跟主任一起生活 他吃什麼 我就跟他吃什麼 但我建議在跟他生活之前 先跟Sam哥聊一下 他有什麼願望 先把這些東西 先檢查清楚 他就是電腦的IBM 對啊 他每天最少碰電腦 最少要十八個小時 那愛吃肉嗎 愛吃內臟嗎 他不愛 還要吃青菜 其實我們是可以要求的 因為我們的電腦公司 會適應歐盟的標準 他吃歐盟的都不用 所以事實上 你可以跟他要求 這個3C產品 要核無歐盟的規定 歐盟嗎 那如果說我們變通一下 比如說這樣的電子用品 熱了我們就關掉 有沒有 那不可能 它已經先熱了 對 有些產品他們不是有自動 就是過熱的時候它會 對 斷電 但是它已經出來了 因為它不是結合 它是混合 它幾度以上大概就會出來 對 它溫度越高出來越多 它就平常在家裡 它就會揮發 其實不只是這樣 大家開汽車 太陽曬 那個儀表板 也都有 也是有 很多 你的窗簾 黃火窗簾 太陽一曬也都出來 對 那些房間也才 怎麼避雷 所以先把窗戶打開 然後被蓋掉 沒有 每天開車 每天那個曬 對啊 國外曾經統計過 吃素食的跟吃分的 差30% 身體的量差30% 但是還是沒辦法避免 吃素的 因為你吃分的是 食物鏈累積出來的 濃度很高 你一吃就很高了 像你吃豬肉就1000多了 吃魚才600多 但是我覺得消費者 有前提去要求 因為技術已經到了 我們很多3C產品都輸歐盟 而且輸美國 其實我們最少不要用這個 五秀跟八秀的 可是那裡這個呢 小烤箱 烤麵包機 每天都會用 而且都超熱的 它本身的話 看是鐵的還是什麼 假如你塑膠的 絕對是有 幾乎大部分都是鐵的多啊 但是也有很多塑膠的啊 很多是塑膠的 電視外殼也是塑膠的 你抽風 你那吹風機有沒有買回來 一開始用很臭有沒有 對 那個就是啦 那就是 很恐怖 就是這個謎喔 我們每天吹這麼多 對啊 但是越來越少啦 當然越來越少 所以我們如果買新的 吹風機先借你吹個兩天 兩天夠嗎 兩天不夠吧 所以意思就是 先這樣空開這樣子 放電器多用二手的就對 對 也環保喔 那我們就讓它先揮發一下 可以嗎 李醫師 什麼揮發一下 對 比如說你的吹風機啊 或這個烤箱 我們就讓它先預熱啊 對啊 所以我是建議你買新的 就把 流通嘛 流通嘛 對 流通嘛 讓它能夠善意出去 而且事實上最根本還是 希望我們主管單位 露入條款不要再用了 真的 因為它既然跟戴奧心 都理念本同級的話 我們不需要去用這個東西嘛 因為可以取代啊 其實美國人為什麼最高 美國人以前就是 他們曾經統計過 他們一九九九年到二零零四年 五年之內 會去丟掉的電腦就三億多台 那這些電腦要到哪裡去 這些外殼啊 IC電路板 通通含有這個啊 所以他們環境就通通糟了 所以他現在就外銷 外銷各個國家 什麼肺五金 我們曾經受害過啊 有毒的到這賣給人家 他去提電貴重金屬啊 OK 所以如果我們要 讓我們的環境 荷爾蒙這些毒物呢 一定要回收 讓我們的 讓我們的侵害比較降低 我覺得最好就是 先讓自己增加健康的本錢 對 自己先顧好自己了 對啊 因為你說你要大家 盡量少用或是怎樣 去面對它要求 那個可能還要一段路 對不對 所以先增加健康 那羅醫師 拜託了 來一個什麼東西 我們今天介紹一個茶飲 它叫做生麥飲 生麥飲的話 主要的話 有人生麥門東跟無味子 人生大家知道 它可以提到我們的免疫力 包括你的代謝能力 新陳代謝 可以幫助你的記憶力這些 然後麥門東 它裡面有一些糖體 所以對我們身體健康 是有幫助 那無味子的話 它是那個保肝 現在大家知道 它其實對我們肝細胞的 一些修復 然後是很有幫助 其實這個它是原本 它就是一個中藥的藥方 可是喝起來很好喝對不對 好喝 這裡面沒有任何那個 什麼藥草嗎 它的草草 沒有 那個的話 這個的話是我們中藥裡面 它主要的話是 我們講說氣因不足 像因為夏天很適合喝 因為夏天的話 流汗 天氣熱 這可以幫助減少中暑 它其實可以提高免疫力 尤其是五味子 保肝 因為我們其實身體 很多的毒素 它都會經營我們的肝臟代謝 還可以保肝 趕快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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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滿好喝 喝起來有點像酸人質 對 所以很建議說夏天的時候 煮給全家喝 很棒 很棒 好啦 所以你看 這個如果環境是這個樣子 但我們努力來改善它 但是我們先從自身做起 對 也從認識深度來做起 我們知道了有一些東西 它毒素在哪裡 我們怎麼應對它 才是確保知道的 沒錯 不過今天教大家這麼多 如果你來不及抄筆記的話 可以到我們節目的網站 有一個媽媽抄筆記的部分 來做搜尋 就可以找得到相關的內容 對啦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謝謝